大陸者 進入你的世界 嗨,大家好,我是大陸者 進入你的世界 我們今天呢,又要來拍野菜系列了 因為我發現那個蹄房邊啊 有一個很特別的植物 然後他又長出來,這在市區非常少見的 所以我就決定要再來拍一集野菜系列 那我們今天呢,要先找的目標物種 就是燈籠果 那就一起跟著我們來看看 今天到底會有哪些野菜吧 我們剛剛在尋找燈籠果的過程呢 在堤旁邊呢,就發現了一顆成熟的龍葵 那就是俗稱的歐莉亞 然後它成熟了是黑色的 那我們就來採集一些薑果回去吃吃看 你看這邊很多成熟的歐莉亞 是黑色吃這個 對對對 當然它這也是菜啦,但成熟的可以吃啊 菜要怎麼煮? 菜就是炒菜啊 但是我不吃菜 主要是要採這個薑果 那我們再採集了一些歐莉亞 之後呢,我們會採集兩樣菜 回去做炒菜 一個就是縣菜,另外一個就是 大花咸豐草 然後回去炒菜來吃 然後我們順便在這個堤旁邊一起採 那這個就是大花咸豐草 它的葉子就是像這樣子 很好嫩啊 它就是像這樣三個葉子 像兩個短的一個長的有沒有 然後它都是這樣子排列 它這個吃起來有檸檬香氣 你可以撿嫩葉回去 多一點 它可以回去炒蛋 啊這個是還沒有長那個 這個也是嗎? 對,它還沒有長種子 所以不會黏你的衣服 所以它這個都可以吃 對,都可以吃 然後你旁邊這個啊 你旁邊這個長長的 一根一根長長的 像橘花 這個是長餅橘 這個是橘耶 這個是長餅橘 這個也可以吃 這也是野菜 對,就是炒菜 不過它嫩葉炒來吃這樣 所以不是吃這個 是這個嫩葉 是吃這個葉子 這個就夠嫩了 是吃這個葉子 對,這邊很多野菜啊 你看它這個堤旁邊 又有長餅橘 然後又有 大花咸豐草 還有餡菜 然後還有水丁香 所以餓了來這裡 對啊 所以我們如果餓了 就來提防 找東西 這樣夠炒嗎? 可以可以可以 炒個蛋嘛 可以可以 你看喔 人家是去曬市場買菜 啊你是來提防邊採菜 不是啊 那我還要帶一個專業的來 啊就提防邊買菜 不用錢 那我們剛剛採菜這邊啊 你就這樣一直過來 你看這個就是水丁香 水丁香 可是它有一個強烈的味道 我上次吃我不太喜歡它的味道 就是有點臭臭的 不會啊 就是 會嗎? 嗯,它的味道蠻強烈的 欸也是要炒的 對,也是要炒的 我們有介紹過嗎? 有,我有介紹過 不過它好像就是 應該要先汆燙過 把它那個臭臭的味道 給煮掉之後再炒這樣子 對 我不太喜歡這個味道 這我蠻雷的 雷到了 應該是你主食方式 可能我煮的烹飪方式是錯 對 水丁香 你看連這個也是可以吃的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 這是牛筋 牛筋 牛筋草 它拿來煮茶 喝起來很像藕仔煮的茶 對 這個 來啦,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物種 叫苦智 苦智 然後它這個就是還沒有成熟 所以它是綠色的 那成熟之後會變成黃色的 這是我們今天要的目標物種 這個是比較年輕的燈籠果 所以它還都不能吃 我們就讓它成熟 我們要找比較熟 你看這邊都水丁香 長很多喔 喔這個很嫩喔 你要再給它一次機會嗎 水丁香 阿翔你要穿燙嗎 我穿燙看看 你要不要再給它一次機會 阿你吃喔 我沒吃過啊 好,你吃 說不定你可以 確定 要很多嗎 兩三個 它是用炒的嗎 還是用煮湯的 還是幹嘛的 應該是穿湯再炒一下 是喔 少嫩一點 OKOK 再給它一次機會好了 我上次煮的太難吃了 我上次覺得 喔 好臭的味道 然後這個 這邊有一個 這個 大飛揚草 它的形狀很特別 就像一堆翅膀 這是一種青草茶的材料 你要煮一點嗎 我們在前面發現了 蟹菜 比較好的 比較好的蟹菜 到底在哪 是這裡啊 蟹菜很好嫩阿 因為 蟹菜都會有這個 這個很像毛毛的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是要吃葉子 你可以吃葉子 阿這個也可以摘 因為它這個都算嫩 對 這都是品材 野蟹菜 阿蟹菜的那個同類都可以吃 什麼鐵線阿 什麼赤線阿 那些都可以吃 毛毛的也可以吃 對對對 毛毛就是它的種子 這個就是你那個 一般那個阿嬤 不是拿來炒什麼 烏拉魚那個種 你看這邊這一顆 非常的 長得非常好 一整排的 像人家種的一樣 可是它是 野菜 免費 會不會有阿嬤跑出來 欸欸欸欸 我們進來 所以以後知道 肚子餓就來提防 吃早菜 對提防很多菜可以吃 今天要吃什麼 我去提防走走 對 這邊有一個這個 就是它葉子看起來很肥厚 有沒有 然後這樣 軟軟的這個 這個是馬齒線 這個可以整顆拉出來 這樣可以炒 這個蠻香的 馬齒線 喔好香阿 馬齒線炒起來又類似那個黃豆那種味道 對阿這個我們整個抓回去煮 要怎麼煮阿 就炒 剁一剁炒一炒 這算好吃的菜阿 可以炒薑嗎 不用炒薑 炒蒜頭阿 你聞聞看 像土豆味阿 欸 很像花生的味道 很香阿 馬齒線 這個算是好菜阿 如果下次有看到這個馬齒線 就可以拿回去 所以它連梗都可以吃 對對對這個好菜 這個好吃 這個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這邊阿 有大量的馬齒線 你看這邊 整個都可以吃 喔 那我們採了野菜差不多之後 我們現在要採一些購樹葉 來回去煮雞湯 購樹 到處都有阿 這個 撈到手 阿這樣就夠煮一鍋了吧 夠夠夠 這蠻好吃的 我發現了燈籠果的群落了 這邊又有看到這個 很熟的燈籠果 它這也太容易滑下去了 又熟了 也太小顆了吧 對啊 就沒有肥料嘛 欸這個也是齁 對 那個也是齁 那個熟的 這個很好 桃園 這也是夠蠻醜的 好了 這很熟 對這很熟 喔這超漂亮的 哇 這超棒 沒了吧 沒了 那裡那裡那裡 好多喔 喔 這超多的 超多果 我們可以採一大盤 小孩應該很開心 然後我們在燈籠果旁邊呢 發現了一個 倒地林的群落 這個倒地林雖然是有毒不能吃的植物 但是我覺得可以分享給你們 因為它很好玩 就是它一樣跟燈籠果是泡泡一樣的植物 但是它的那個 裡面撥開來會有兩顆 很可愛的種子 就是黑色的 然後上面有非常正的愛心 所以你如果集成一罐呢 就變成像玩具這樣子 啊這個算是玩的 可以跟你們分享 這個就是倒地林 它跟燈籠果很像 都是泡泡的 不過它的形狀不一樣 是三角形的 好 那我們來到了這個大馬路邊 我們要採一個 你平常常常看到 但是都沒有吃過的植物 這就是台灣卵樹 又叫做四色樹 那它的嫩芽呢 是可以吃的 只不過要超水很多次 好吃嗎 對我們一起吃 對對對 我們來拔拔看它好不好吃 走 拿著喔 啊是煮茶嗎 不是是 像菜 好就這樣 因為不知道味道怎麼樣 所以 採一點點就好 吃吃看吃吃看 因為說不定很難吃 說不定很好吃 說不定很好吃 好吃再來拔嘛 反正這個 這個都會有 我們現在為了要找毛西翻臉呢 所以我們來到機場旁邊的空地 然後這個地方呢 它有兩大群 兩片大片的空地都是毛西翻臉 所以想吃毛西翻臉 我都會來這邊採 對 然後我們現在要找 比較黃的果子 滿多的 這顆滿多的 這個也是嗎 嗯那個也是 整個撿 然後因為它那個 它很好撥 就打開 輕輕撥開 然後你就看到裡面會有百相果 哎呀 然後就吸 這樣 然後 你知道我當下 看到感覺像什麼 什麼 蟲喔 對 你知道嗎 百相果啦 哦 是咧 就微甜 然後有點香蕉味 還不錯吧 毛西翻臉 算好吃了 甜的 嗯 跟百相果 完全不一樣 它就有百相果的靜心 那些就是我們今天採回來的野菜 總共有十樣 那我們現在就來料理他們吧 看看吃起來味道如何 我們現在要先汆燙那個卵素芽 因為要炒所以我把它的那個梗 把瓜的剪掉 你覺得它是香的喔 我覺得它不算怪味吧 它就是 它一個臭臭的味道 一種彩彩的味道 喔 它顏色出的好快喔 這個是沒什麼顏色耶 好 這樣燙一下就可以 喔 我們撈起來 因為等一下會炒 感覺好像它的茶很好喝這樣耶 不然等一下 把這個水流著 喝一口看看 好 可以啊 哎唷 差點燙到自己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這顏色 好像茶喔 等一下我們試試看 所以大杯羊草都好不好 好不住 沒什麼顏色耶 有啦有啦 一點點 這個的湯 就是大杯羊草的茶 好 我們現在就要洗垢樹葉 等一下來煮雞肉湯 因為是野菜的 我們還是要把它洗乾淨 以後你不知道有沒有野貓 野狗 背著 東西洗 什麼都要洗一下 好啊 好啊 素芽 好啊 下了啊 我先下蘭素芽了 超小的 我吃吃啊 怕它難吃啊 這個叫 水丁香 水丁香 來囉 再給它一次機會 我已經汆燙過了 我覺得比較好煎 我先再處理一個是拼菜 沒有加醬油了 可能鹽要少一點 它放點味道 好 等它收汁了 好 好 我們把剛剛桌上的野菜都料理出來了 那以前這個位置呢都是阿瑟的位置 那現在換我老婆來試吃 當一個試吃小妹啦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野菜到底有多好吃 那從水果開始囉 好吃是不一定的 不要雷就好了 沒關係 我只把雷到 先從毛細翻臉開始 好 這應該是很多人小時候的回憶 這個我剛剛去採集的時候 我有在現場吃 吃看看 還不錯 現在認真吃喔 剛不認真 剛不認真 我覺得好好吃喔 是不是 所以小孩才會跟你人家搶 這算是好吃的果啦 嗯 好好吃喔 好喜歡點算是不錯 有點香蕉味 嗯 甜甜的 酸酸甜甜甜的 好 那你現在再吃一下 歐里亞 歐里亞菜的歐里亞 黑黑的很可愛 而且它會藍色 它是紫色 對 而且它很 很juicy喔 真的喔 嗯 很像小藍莓 嗯 再來小孩最愛的燈籠果了 燈籠果喔 其實燈籠果在東南亞的水果攤也在賣 這也是在那個抽獎欸 對啊 這個是最漂亮 這個很好 有點像洋蔥 還是蘋果 對對對 看得到嗎 好 就是蠻可愛的 好 我吃吃看 它也是多汁 對啊 甜甜的 甜甜酸酸的 微酸 微微 有一點番茄味的 一點點沒有 覺得很像吃小番茄 沒有 不一樣 小孩超愛的 喔 尾韻有點苦苦的 拿出比較苦汁 嗯 嗯 嗯 前面可以後面不喜歡 可是算好吃 它算是好吃的薑果耶 對啊我不喜歡 我個人不喜歡哪 你拿它的好朋友看一下 那好朋友就是人家會認錯的 以為它就是燈籠果 對啊 它長得有一點像 可是它打開不一樣 所以要分辨很簡單 就打開來看就知道了 燈籠果中間會有一顆 像番茄的東西 對 然後那個島地裡齁 打開就兩顆黑色的種子 對 很可愛 我覺得它就是完全 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上次雷到的水冰箱 是你雷到我沒雷到 我雷到 我覺得臭臭的 我覺得不好吃啊 那你應該要在幕後吃一口看看 對 你先試吃 有汆燙過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會不會很難吃 至少你比我好 我是 我是嘔吐 它是一個 嗯 吃到後面你不太會喜歡的 味道 就是一個很特殊很奇怪的味道 很奇怪的味道 然後黏黏的 它應該對味也不錯 因為有黏液 喜歡選我的菜 但是我不喜歡它一個很特殊的味道 嗯 對 這就是我會吐的原因 再來就是 台灣卵樹 就是你在看到的行道樹 然後樹芽 聽說 它如果沒有焯水的話 就是苦苦澀澀 但是有焯水它鮮味會出來 我不要這樣焯了 好 試試看 建議不要太大口 因為說不定很難吃 伺徒兄弟 你以為很好當嗎 伺徒是焯水 軟軟軟 好我吃這樣一條 好 難吃就算了 難吃 苦 色 那操得不夠 它聽說要素式操 它可能我們操得不夠 對啊我們充 汆燙一下下而已 嗯 不會 不會 那它可能要煮很久 它聽說 聽說它要那個 人家煮它的方式 叫就是要 要滾 那個 就是要過水過很久 然後之後它就可以冰到冰箱裡 這樣子 它叫木蘭芽 聽說它會有 鮮味 可是我煮不出來 那又 嗯 可能煮的方式不對 嗯 如果我們料理的好吃 再來拍一集好了 就是 豬料拍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吃 不是專業的 再來就是這個 我們剛剛用的水滴箱煮水 然後覺得它很像茶 有一個茶味 它不知道好不好喝 不好喝 會不會反應太直接 不好喝 就是 它的那個 那個 就是你說你不喜歡的那個味道 就是它有一個 很特殊的味道 對 的那個茶 但 我還是喝綠茶 青茶就好 好 再來就是那個 大飛揚草的茶 嗯 它有加在那個 那個什麼 我上次看到人家那個 草本的那個湯啊 就是有加在裡面 其中一味 聞起來沒味道 沒味道 是不是我放太少 摘太少 有可能 欸 有淡淡的 黑草皮 對 淡淡的 好喝嗎 好喝 順口 順口 難怪它又在青草茶裡面 喔 它就是說你有那個什麼 皮膚病啊 對 然後長一堆那個什麼 有的霉的 有的霉的 在喝什麼解毒的那種 喔 但是它本身這個草有為毒了 喔 所以不能夠過量 它就是一天留一個量 喔 所以我才在那一小小 對啊 如果中毒怎麼辦 其實不會 因為其實有劑量 像我為什麼敢吃野菜吃 為什麼 因為其他有個劑量 啊我們再怎麼吃 那個劑量都不會到過量 因為我們都是一點點 嗯 好喔 那我們再從味道 稍微重一點的那個 夠素雞湯開始 喔喔喔 這一個 好喔 這很好喝 我覺得很好 好喝欸 很像苦瓜對不對 尾韻有苦 瓜 苦瓜的味道 但是不會苦 不會 它就是有苦瓜的香氣 但沒有苦瓜的苦味 嗯 然後跟雞湯煮起來 還有那個蒜頭的那個味道 混合起來 非常順口 非常好喝 我覺得它是好吃的野菜 那請問這個菜可以吃嗎 可以吃 是可以吃的 所以我們故意摘的時候 會故意找那個 比較 比較嫩的 因為太刮了 你也是不好吃的 這太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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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然我們會沾嫩芽啦 那你剛沾的那個都太刮了 你沒有講啊 好 就是讓你試試看啊 傻眼欸 再來就是我最期待的之一 叫馬尺餡 然後我們剛剛找的那個馬尺餡很漂亮 它這樣炒一定很好吃 一定很好吃 會有那個黃豆味還是花生味之類的 聞起來就是香香的 它在農村也是很受歡迎的 那個野菜 啊又叫做豬不冷啦 所以那邊豬不冷吃一吃會比較有奶 會太刮嗎 不刮但它有一個酸酸 對 會有一點點酸酸 第一口進去還好 你覺得還好 滿好吃的 其實它是滿好吃的 然後中間它會有一點酸酸的 嗯 對 它中間有一點酸酸的 酸酸酸的 但就很像加了醋的菜 加了醋的菜 可是味道是好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要來試那個蜻菜 蜻菜其實大家都是 我們今天做的是野餡菜 對 一般他們吃的餡菜跟我們抓的這個野餡菜不一樣 我記得蜻菜它的樣子是比這個再嫩一點 小啊 沒有它比較小就栽了 好更嫩 然後我們那個是老到那個 噢它是老 它還有一點就是我們採的那個叫赤餡 嗯 然後還有其實外面還有鐵餡啊什麼 其實很多種餡菜啊 但是都可以吃 所以跟我想像中的那個不一樣 對它也有紅餡菜啊很多種 好 好 所以蜂蜂上的 它炒肉應該不錯 它如果太刮就是你沒有把它太嫩 有 試個味道就好 其實它蠻好吃的你會一口接一口 蠻好吃的 嗯 那就可以配飯了 可能是加了肉吧 那本來野餡 那不會 如果你找比較通俗的那種烏菜 就還蠻受歡迎的 這好吃啊 它是好吃的 好 刺餡 好吃 啊再來就是這個恰雜肉 年裡衣服的恰雜肉 平常看它很討厭有沒有 我們把它吃掉 然後那你就把那個連你褲子的吃掉 對 它連你褲子的吃掉 我是知道它可以煮青草茶 用這個煮青草茶 它有個檸檬香 它是不是有一個檸檬的那個一個苦 嗯 嗯 有 所以它算是 可是它也算有偏 帶苦 稍微 稍微 微微的苦 啊那個微微的苦 可是它有點像九層塔那種 九層塔那種香氣 它算香草味 嗯 對 有有有 微運出來了 嗯 那個 那個香氣會從裡面這樣跑出來 檸檬味檸檬味 嗯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啦 有有有有 對啊 好 那呢 我們今天野菜系列呢 就是 主要是帶大家下去認識我們身邊 因為現在生活太方便了 對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拍一系列 我自己也在學習 也在認識 因為有時候他帶我去看完之後 看到我就 欸我認識他 但到底叫什麼名字 我也不知道 那因為我們家小朋友也會問我說 媽媽那個爸爸有拔給我吃喔 然後我通常是那個 那能吃嗎 不要亂拔 對 那也透過這樣 我也在學習 小朋友也在學習 那你們也可以帶你們的小朋友啊 去認識這些野菜 不一定要吃 真的 不一定要吃 因為有的東西是 但是一來我們不一定是煮對方式 他有很多的烹調方式 我們不認識他 所以我們用出來就不好吃 但我們可以認識他原本的樣貌 那有機會我們再去找新的野菜這樣 啊主要是為了燈籠果來的 是為了他 因為他很難找 我只有在農村才看得到 城市幾乎沒有他的素材 嗯 燈籠果他其實在東南亞 是當水果在賣的 對 所以他算稀有吧 他算是 可能汙染或什麼 我不知道就變少 啊然後他 你去外面買的當然比較好吃 因為人家有放農藥 啊有放肥料 啊這個就沒有肥料 什麼都沒有就不好吃了 甚至來拍野菜 你就會了解說 我們平常菜市場買的菜都很甜 味道很重 因為他就是有肥料的濕水 如果野生斷長就是 沒有味道就太佳 沒有在糕就沒有營養 對啊 就難吃啦 好喔 對對對 好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分享 然後不要忘記開小鈴鐺喔 我們是貪路者 進入你的世界 掰掰 老婆說 一定要拖我下水啦 不可以讓他自己試毒啦 說叫我又要一起來試毒啦 所以我們就來試試看 我是想要試吃這個啦 上次很難吃 到底現在還不會很難吃 會不會吐呢 怎麼樣 不會餒 這我可以餒 怪了 奇怪 他有焯水過 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次吃跟第二次吃 他的茶我也可以耶 所以水丁香 我跟我老婆的意思 意見不同了 水丁香我給他打分數 是我可以接受的菜 然後他的這個茶 對我來講 他有個淡淡的那個甘甘的味 所以我覺得他水丁香 可能煮茶還比較好喝 喝起來很像南非夜 南非夜那個感覺 不錯耶 水丁香不錯耶 好再來我們就再來試試看 我的版本的 台灣卵素 雖然他很漂亮 四色素 從來沒有人拿來吃過 有啦 其實阿強啊 有在吃啊 你可以這樣一口吃喔 好吃嗎 酸色苦 但是他有一個特殊的香氣 我吃出來了 電視機前面網友如果有做過這個 台灣卵素 要怎麼處理 把他的苦澀味去掉 我覺得應該會滿鮮的 他有一個鮮味啦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去掉苦澀味 我們倒行不夠 對 我們來喝喝看大飛揚草 沒什麼感覺就這樣喝完了 不要喝太多啊 他不是有圍堵嗎 這量都還是安全範圍啦 基本上我又不是吃一大盤 還不錯啊 不雷呢 這個一定好喝 你不用喝了啦 這一定很好喝 這真的好喝 你說這什麼 酸酸的喔 好吃耶 這好吃 欸有喔有一個酸味 對 像加了醋 有一個醋酸 但好吃耶 馬尺餡好吃 我覺得我也可以接受 現菜也是好吃 我再試試看醬酸酸 說這個醬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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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好像是檸檸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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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這些算不錯啦 所以我老婆覺得不要踩 但是我會踩回來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啊 可以啦可以啦 如果說你平常有在吃苦瓜的 就是你可以在苦中感覺到一點味道的 那你應該這些你會喜歡啦 就像你如果有在吃那個什麼 虱目魚腸 然後不是有點微苦微苦 乾乾的那個味道 那這個你應該OK 對那就介紹今天的這野菜給你 這藍莓吧 那我沒什麼味道喔 對啊 而且太小顆了 應該等它再大顆一點 這個歐莉亞一顆沒感覺 直接拿個五顆 拿個三顆好了 還是像葡萄 歐莉亞蠻好吃的咧 對啊 它很像 而且它有自己特殊的味道 不像藍莓也不像葡萄 介於藍莓跟葡萄中間 就吃一顆的感覺 然後又有點像那個 你外面在買的什麼果醬那種 就那些東西混合在一起 我覺得很妙 就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但是很好吃 所以我覺得 歐莉亞菜喔 下次我看到那個歐莉亞 龍葵又長出來的話 我覺得可以來兩顆啊 還蠻好的 好吃的菜 所以我對今天的野菜是 天家蠻高的 蠻滿意的 老婆再說不要了 四都兄弟 還是倒好我們小高一點 翻臉 吃 好